現在目前為止是用生物防治法 那其他的應該還有其他的方法 但是那些方法可能不是說 對我們的土浪對水溫是最友善 那尤其在國家公園的範圍裡面 我們應該是要採取生物的防治 經過那個老師的判斷 跟大家認為是這樣對土地最友善 那我們就採用了那個生物防治 那初期的時候我們剛剛防治的時候 也不敢說這種藥劑是絕對有效 然後我們就採用對照器 那經過那個觀察了一段時間的時候 發現到有裝那個生物防治的那個樹 跟沒有裝置樹 它同樣是凝患到松苔現狀 那經過比較了以後 有生物防治的它的確是有達到這種防治效果 所以在今年的二月 我們就把我們延期裡面有泥患的大概三百五十株 我們去做GPS的定位 那定位好了以後 我們就把這些器材那個藥品 那個藥品是油溫層是由那個台灣大學老師他去培養 因為這種增進這些那個白浆進都是要用培養 老師也是採用我們這邊的這些這些枝條這些回去培養 那培養完了以後 我們在今年就那個注射了一百二十株 那整個延期大概經過我們調查 初步調查那是三百五十株 那有五十株因為來那個看 就是說達到快完了時候 我們就加注水分加注進去 那我們現在就是國家公園的園區 就是採這樣的方式 來做我們的松材現場的那個防治方法 那我們希望這個方法能有效 那老師說如果這個方法如果有效了以後 以後全國的話也可以來採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他說我認為我們金門地區 像中山林這樣平等的地區 做研究它的成效是比較容易顯著看得到 不像台灣人